在里月奥运会女子双人三名版决赛 中国组合吴敏霞施亭茂一路领先 以绝对有史债的金牌 这是四朝元老31岁的吴敏霞奥运生涯的第五金 有意思的是吴敏霞的男友也就此曝光 而就是吴敏霞和男友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框 知悉吴敏霞的男友张孝成是一名播音员 他是特地跑到里月来为吴敏霞加油的 而在同框的现场吴敏霞还当场向男友赠送玫瑰 并向男友表白谢谢有你 然后在接下来未来日子里 更多的给我关爱跟帮助吧 另外更为劲爆的是吴敏霞登场爆料 他和男友第一次约会竟然约到了公安局 跟着他去了公安局转了一圈 哦哦哦哦 没有其实他怎么回事啊 有一次比赛回来以后 他的钱包丢了 丢在飞机上 那个出租车上 哦出租车上